當招校長就認得我 那個時候是我的同學會 然後後來來這邊 也認得何時札醫生 也認得黃生勇 還有黃耀文也是我的算師學長 因為那時候在Essence 那當時他們說中華總會就像那個 黃生勇講的 那個時候後來有 就是說碰到 就是剛好碰到需要人幫忙 我那個時候剛好有 工作的機會也比較穩定 然後就說也可以有一點時間來貢獻給社團 所以我就說接下 可是那個時候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是中文學校 因為那個場地已經達到飽和了 那我們那個時候就碰到消防隊說 你這個已經到達你的那個環火的規定 你不能再容納更多的學生 所以就是後來就有一個這個情況 就是需要呈現另外一個中文學校 那這個我本身因為自己小孩在念書 所以就說就是很勇敢的 他們當時說你是很那個膽大 就接下這個工作就說找了一個這個場地 所以現在的王德小委員就是提供那個場地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然後呢我雖然是當會長 可是呢我同時也在籌備那個 中文學校的這個成立 那個現在的中華文化學校的 這些中華總會呢 也是很感謝大家當時那個理事們呢 就是支持我 也支援了一部分 然後校長也知道 就說校長那剛剛有提到一件 他就是想法 他說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說是把年輕的一半能夠推出來 然後造成我們華人呢有這個talent 然後可是呢 最重要就是從小開始 那中文學校的教育呢也是很重要的 當然我是覺得說我給盡力 然後呢把這個小孩子的中文學校 能夠中文教育能夠推廣 那不管說他們將來是怎麼樣 至少他們知道他們是華裔的第二代 然後呢能夠再繼續推廣下去 那當然呢 我也不能說有什麼成就 因為當時呢 不過呢我要講一句話就是說 當時我們的健行呢 我自己本人呢 有過一次活動是三四百人 大概算是最大的一個活動 那個時候呢 剛好我們是有很多 那個 很多僑胞呢也是很願意幫忙 我們那個時候的健行 是真的不是現在的這個三明治 我們是烤肉 然後什麼廣東同鄉會負責烤肉啦 什麼客家同鄉會啦 就是說是很大的 所以呢就是說 我們可以做到這個地步的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社團可以聯合起來辦一個活動的 我是很感謝大家 可以當時有這麼大的支持 我相信我們可以再繼續做得下去 謝謝 各位好 我是楊中勳 在座可能有比較新一點的理事 可能都沒見過我 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 前面兩位理事長做得太好了 到我當理事長的時候 撐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就縮邊 我們做的事情越來越少 然後 其實比黃盛雄更慘的 過去兩年啦 我還遠走他鄉 沒有 我過去兩年我在 因為我不在城內 我到印尼哈佛里斯的那個 VA Husband 去做事 那兩個禮拜前才回來 所以我 接到Betty的E-mail 他一直 他還打電話來 我其實很不想 很不想回答 因為 但是他又打電話來 我實在不好意思 謝謝 歡迎回來 我要謝謝 當時我在當理事長的那兩年 也是大家都很幫忙 所以我們把繼續傳承下去 很多的事情 我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回憶都在那邊 所以我現在過去兩年 是把它沈澱下來 我現在回來 希望 有機會再跟各位合作 謝謝 我忽然想到一點 就是 我最近到國內去 到中國去 做一些案子 在深圳那個區域 有很多客家人 然後深圳的客家人 那個傳統的建築 都是圓形 或者方形 都是為了 抵禦 當時在當地 很多人都欺負客家人 所以他們需要 那樣的建築物 那 我為什麼特別想到這一點 因為 我覺得客家人的精神 是一個 在當時是因為 需要自己團結 所以他們 防禦自己 但是我覺得在海外的客家人 卻是一個 非常接受各方 各種民族 各種團體的一個民族性 我特別要表達這一點 因為 不管是 就是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收穫 那我們能不能共同舉杯 祝我們來年 先講聖誕快樂 來年呢 一切順利 謝謝謝謝 謝謝 理事拍到 可以啊 請各位繼續用餐 至於說呢 謝謝